赵星彤微博发表感言 24岁的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今天凌晨 2021年斯诺克英锦赛落幕 中国选手赵星彤决赛10比5 击败比利时的布雷切尔 首次拿下排名赛冠军 赛后赵星彤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表了感言 他写道 2016年转入职业后 我的目标从未变过 就是要拿到排名赛冠军 这一路上 我曾被寄予厚望 但也多次倒在了机会面前 这一次 我站稳了 终于捧起了冠军奖杯 这个冠军浓缩了太多太多 感谢中国台鞋的培养 感谢一路上指导过我的恩师 也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好友与球迷 你们是我坚强的后盾 24岁的我 在职业生涯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希望这个冠军是我的起明星 引导我继续勇敢的往前走